你自己要辭職,就自己辭職 過去我在電台也經常看 因為他們很清楚,我經常叫民主派辭職 23條也是這樣,反對功能組別選舉也是這樣 叫他們集體,不要選功能組別,每個都當我是廢話 我們的建議的做法是 23個一起辭職,是無可能的,他們實施 我們在十九個直選的立法會議員裏面,五個選區,我們每個選區找一個人辭職,找些什麼人呢?按政黨在議席的比例,我們社民人有三個位,我們沒所謂,攝底一點,我找一個詞,新界東,或者九龍西我選區,或者新界西,隨便找一個詞。 你民主黨有九個位,你就辭兩個,那就三結。公民黨有五個位,辭一個,那就四結。 正下來,何秀蘭,李卓人,梁耀忠,文協,馮兼儀,就抽生死醜,就找一個。 那麼五區,全港五個區,你都有民主派辭職,接著就是要補選。 補選我們民主派,推回候選人出來選,或者遲了那個選又行,找第二個選又行,出來選, 對方派一個,接著我們的議題很清楚,就是政改方案的全民投票。 支持民主派的就是反對這個政改方案,我要2012普選。 很清楚,選舉的結果,我們贏了。 那麼我可以對政府有一個壓力,他不做,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們 nothing loose,我們一樣進去了,回去拿回那麼多位,是吧? 你就是醜了。 萬一我們輸了,沒辦法啦,選民都不要,是嗎? 喂,這個提議有什麼問題呀? 講了N這麼多年,接著當我化神經,接著你辭吧? 我一次沒有問題,但是我三個次做不到全民投票呀,哥哥。 當你五區都要補選的時候,是不是全香港的選民都要投票呀? 那個還不是一個公民投票? 我們會把它變成一個campaign,告訴你。 你稍微有少許猶豫呀,你去補選你都會輸呀,我告訴你呀。 所以現在生我講數,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件事。 他們當然是不肯定了,是吧? 但是,你不要說我們沒有做事。 你不要說我們只會在那裡插插插插插插, 我有一個建議,沒有所謂的,大家來談吧。 我們希望,公民黨和民主黨真的慎重考慮我們這個提議。 因為這個是一個,對政府來說是構成一個很大的衝擊的。 所以我這個提議出來之後,這個大公文匯就說我綁架民主派。 我又很開心,被文匯報罵,大公報罵。 兩個星期前就和孫公談了四十五分鐘。 他找我去談,其實就是想解釋一下那個政策的彈性班、英文班、中文班。 對於坊間的一些評論也都有些回應。 但是我們基本上,我們是反對這個方案的。 但是我們就未形成一個政策立場,因為我們現在需要討論。 所以我們現在就,我們那些政策研究的同事,就在搜集資料。 我們就會寫一份關於這個微調方案的文件。 其實我們現在寫文件,因為有一個黨團,對於一些公共政策, 一些,譬如說,很有爭議性的政策,我們都會根據我們的政綱, 我們會出一份政策文件的。 即是說叫做說帖的那類型,我們會買上網或者發表的。 譬如對於家暴條例, 尋世及北亞物品條例的修訂, 現在這個教學議員的微調方案,我們都會有自己的立場, 還有我們會有些看法的。 現在我們暫時未形成一個,即是說比較具體一點的看法, 因為我們要做政策研究的同事,幫我們整理一些資料。 我個人的立場,我覺得這種做法是有問題的。 我今早早八點半鐘和跌北辰談這個問題, 談了一個多鐘,因為他反對這個微調方案, 他是很有資格講這個問題, 因為他在語常會做主席, 和過去對於母語教育和教學議員的政策, 他都做了很多事情。 我今早早特別為這個問題和他談了一個多鐘, 上次和孫公有談過, 我下一步會和家長和學生談談, 所以關於這個問題呢, 我暫時沒有辦法很具體告訴你, 我們的看法, 但我們現在正在做著。 是對的我愛做的事情。 是對的。 感谢观看